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出手相助 这些事都安排完了 二喇嘛爷也回护国寺了 刘庸刘大人在这气色风灯下头 一看左连城这张壮旨 不由的心里头直发毛啊 为什么 这壮旨告的事太大 真说自己贸然的金殿面君呈上这张壮旨 恐怕龙颜大怒 用咱们白话说吧 谁给皇上帝这张壮旨 谁就得顶雷 刘庸刘大人 能是那自己顶雷的主吗 不是 他得找人帮他顶这雷 这叫祸水东引 刘庸就琢磨 哎呀 你说这壮旨 我让谁给递 谁递这壮旨何事 他这正琢磨着 就听这东华门外头 通通 长鸣罗响 刘庸刘的人抬头这么一瞧啊 嘿 巧了 就巧从东华门外头进来一副道对 最前头金丝禅万观弦灯 上边写的清楚 写的什么呀 五英殿大学士 八旗正都统 九门提督 和 谁呀 和珅 刘庸一瞧 嘿 这不巧了吗 这想什么来什么呀 正愁没人递这状子呢 和珅就来了 得嘞 今儿这便宜啊 我得给和珅 说刘庸干嘛 非得让和珅占这便宜 这有点钱文书 什么意思呀 这和珅呢 比刘庸岁儿小 但是和珅自己当官呢 不太简点 老有那个额外的收入 实际上就是贪污啊 这个和珅爱财 刘庸呢 有时候上殿面军奏本 说和珅哪儿哪儿 贪了多少多少钱 可是乾隆皇的呀 喜欢和珅 说这和珅呢 了解雇我的心意 实际上就是会拍马屁 皇上喜欢和珅呢 也就不太治和珅 有时候大概齐的 罚点钱得了 把这事呢 就给免了 刘庸瞧着生气呀 哦 朝廷的大事贪官你不治 你老罚他钱 得嘞 你罚他钱呐 我也罚 这刘庸怎么罚钱呐 有时候讹这和珅 咱前文书不是说过吗 这刘庸啊 有个四九成出了名的破轿子 那轿底不都掉了吗 拿个八仙桌子倒扣 又给绑上了 那轿杆不是折了吗 弄结扁的给绑上了 就这么一破轿子呀 就一碰就能散 他天天坐这轿子 让教夫抬着这轿子呢 在和珅上朝的必经之路上 等着和珅 和珅那轿子 但凡从刘庸轿子边上过 刘庸就假装自己轿子坏了 跟教夫商量好了 他那轿子一来 咱就晃晃咱们这轿子 轿子一晃到散了 就说和珅碰子 就让和珅赔钱 和珅不赔呀 这俩人金颠面军 那刘庸多难缠啊 皇上瞧这刘庸啊 就不烦别人 一瞧这俩人因为成轿子 好 大清国俩中堂 你说你们知道不知道 皇上先麻烦 就说和珅呢 你呀 陪刘大人一顶轿子 也就完了 说这一顶轿子 值个三百两五百两 陪完了呢 这刘庸啊 不用新轿子 把新轿子卖了 然后还坐着破轿子 讹和珅 这讹来讹去呀 和珅可就烦了 想个主意 打算制着刘庸 想了个什么主意 感觉这刘庸啊 他不是左都御史吗 御史阳官指着 监察别的官员 是不是行政检点 老是上本呢 参这个参那个 和珅想一坏主意 赶着这一天呢 上早朝 和珅在朝房 刘庸一进来 和珅没画找画 哎哟 这不是刘的人吗 哎呀 今天怎么来得比大伙晚了 啊 我知道了 今儿在家晚了 肯定是写斗哲来着 肯定又是哪个文官摊了脏了 哪个武将受了会了 您呢又打算参谁了吧 和珅给刘庸招骂 这朝房里头文武全在呢 一听这话 是 你说你罗郭也是 有事没事的 你老检举我们干嘛呀 这不没事干嘛 罗郭这人呢不找闲话 一听和珅这话 哦 怎么着 给我找骂 啊 又什么文官摊了脏了 又武将受了会了 说我嘛 写奏折要参人 嗯 就跟吃饭似的 这菜呀不爱吃 又给还回去了 人刘庸这话说的好 哦 何德人 您看呀 您刚才说那话呀 也不为过 之前呢 我确实 有时候参这个参那个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 我刘庸参谁了吗 大伙一琢磨还真是 这半个月呀 刘庸还真没地本 原来这刘庸有一外号 叫刘三本 不光是肚子里有三本坏账 就每天上早朝 有事没事 他这奏折也得三本 老有事往上奏 所以给他起个外号 叫刘三本 大伙一瞧 对呀 近半个月 刘大人还真没参神 和珅也纳闷 对呀 刘大人 那怎么这半个月 您就没参别人呢 对呀 这半个月我给忘了 实际上不是忘了 刘庸这俩下人 张成刘安呢 老劝他 说大人呢 这满朝野上下的官员 都快让咱们爷们得罪便了 您在京城一点人缘都没有 咱差不多得了 别今儿个参这个 明儿个奏那个 咱干嘛呀 所以刘庸呢 半个月呀 没怎么递折本 今儿个和珅一说 对呀 我给忘了 我这不忘了吗 今儿得感谢和珅人 您这么一提醒啊 我又想起来了 想起来我就得奏一奏 我就得参一参 各位满朝的大人 你们可留神 我待会上殿可不定参谁 大伙一听着个讨厌呐 哎呀 你这个和珅 人家都忘了 你给人提什么醒啊 得 和珅还挨骂 和珅一瞧啊 自己这骂不能白挨呀 刘大人 您呢 也就欺负欺负 比您品节小的官 您说说您参这个 奏那个 我们谁呀 都不如您 我们都是微末的前程 真说有那个大官 比您大的 犯了罪您敢参吗 刘庸一听这话 这不拱火吗 我说和珅 你还甭说什么比我大的 我告诉你 贝子贝勒 亲王郡王 只是犯了法 犯了错 你说出来 我都敢参 我看您可不敢参 干嘛不敢参 我刘庸说话算话 如白染造 吐一个兔沫 是一个丁 你说 参谁 当朝皇上你敢参吗 刘庸一听 和珅这话不对 当朝皇上 那万岁爷没犯错 我参他什么呀 不 万岁爷犯错 万岁爷犯什么错 不是之前 咱皇宫里的 乾清宫着火吗 这乾清宫烧完了 南方那木料没来 那不是那乾清宫 没法盖吗 正好万岁爷呀 上京北十三陵 不是打了趟春围吗 他看那十三陵殿座不错 把这十三陵 就是明朝的陵墓 把这明陵那殿座拆了 拉回来盖的乾清宫 咱大清律上有这条 叫偷坟掘墓 这话可狠了 偷坟掘墓什么罪名 斩利掘 说刘大人呢 这偷坟掘墓的罪 你敢上殿参皇上吗 按说呀 别的官员一听这个 当时呢 煞气的皮球 不言语也就完了 这刘庸啊 不 他呀有点要脸 而且呢 大伙一议论呢 他又以风撒邪 哎 别上着都别说 不就参皇上吗 不就偷温掘墓吗 你说晚了 头半个月我就想参他呢 说想参他 心里他也得想主意 真说上殿参皇上去 上殿傍军 一小犯上 知法犯法 灭门九族 刨分掘墓 错骨张辉 连祖坟都得刨了 谁敢这么干 刘庸也是要强 说话要面 跟这和珅一较劲 说我敢参皇上 我参下来怎么着 和珅说呀 您要能把皇上参下来 我磕头拜您为老师 刘庸还真就应了 好 这我要参不下皇上来 回来我磕头 认你和珅当老师 边上呢 亲王 七王八王九王这仨 那是皇上的亲兄的呀 这仨给当宝人 这俩人打了这么个赌 逼得刘庸没辙了 上金殿参皇上去 可是这刘庸聪明啊 拐弯抹角 这么一说话 愣把皇上给绕里头 还真参下来 打这起呢 这和珅就算是刘庸的徒弟了 说是算徒弟了 这刘庸心里头啊 也腻味 平白无故的 你让我上金殿参皇上去 得嘞 今儿你不来了吗 左连城这壮旨的好事 我呀就给你了 刘庸想的挺好 站在这气色风灯底下 一揣手 看着和珅这大叫 咳嗽这么一声 他这一咳嗽呢 和珅在轿里还真听见 聊轿联这么一瞧 气色风灯底下站这位 勾勒着个腰 一瞧就不是别人 长得个问号似的 准是刘庸流罗锅啊 哎哟 先老话说 刘庸怎么在这站着 一琢磨 你说他看见我这大叫 我要不找他 打个招呼吧 他得说我这 当学生的没礼貌 到时又得拿话勺的我 不行 不能老人于口实 和珅想的挺好 赶紧吩咐手底人 落叫落叫落叫 大叫往着 在玉路上这么一停 和珅聊叫联 可就打轿子里出来了 远远的一拱手啊 老师在上 学生 他喊着往前走两步 想的是啊 我往前走两步 攻身这么一拜 你呢 也往前迎两步 咱们就算行了师生之礼了 万没想到 罗锅瞧见和珅 打轿子里出来 磨头就往朝房里的走 一转身装看不见 和珅这一追 哎呀 老师 老师 我给您行礼了 和珅后边追 罗锅前头跑 就装听不见 这俩人呢 差几十米 罗锅腿快三步两步 就进了东朝房了 和珅后头跑纳闷 这大早上起的 我见着你请安 你跑什么呀 这里头别有什么事吧 一看 刘庸身行进了东朝房了 我得进去请个安哪 要不待会又说我别的 想着这和珅呢 迈步也进东朝房了 按说平时呢 和珅要上朝 不进东朝房 和珅算武将 在西朝房 他这和一想 呦 老师进去 那我也进去吧 一聊聊一进东朝房 再瞧罗锅 馅儿大了 往这椅子上一坐 这左腿呀 一压右腿 这手呢 往这椅子背上一煮 装睡 和珅一瞧 不对呀 我眼瞧着他跑进来的 这位睡虎子是怎么着 怎么刚进门就睡 啊 这里头别有什么事吧 和珅这心里头就犯嘀咕 为什么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打个招呼 来也都来了 往前一上步 老师在上 学生和珅 有礼 再看刘庸啊 一转身 没礼和珅 哎呦 和珅怎么一瞧 我的老师啊 怎么我跟你行李 你不理我呀 急得知出汗 赶紧又转到这边来 老师在上 学生和珅 有礼 再看这锣锅 又一转身 奸贼呀 奸贼 说完了吗 等着 瞧和珅有没有反应 和珅没动静 接着吧 哎 奸党啊 奸党 你可气死我了 你们兄弟 气杀我也 和珅在边一听 我们这老师要干嘛呀 一会儿打呼噜睡觉 一会儿说梦话 这梦话说给谁听 赶紧又追过来 行第三个礼 老师在上 学生和珅 有礼 罗锅一琢磨 差的多了 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再四 第三个礼 行过来 罗锅一睁眼 谁呀 这是 哎呦 这不是何大人吗 哎呀哎呀 请了请了请了 和珅一瞧坏了 走吧 刘庸就从来 没这么客气过 说原来啊 什么时候见着刘庸 刘庸呢 都是代打不理的 好今儿瞧见他 怎么这么客气呀 还请了请了 哎呀学生不敢 不不不不不不 来请坐请坐请坐 刘庸这儿一让坐 和珅信了话说呀 今儿我要倒霉 又不敢走 坐着吧 坐在这儿和珅也不说话 盗桥的刘庸要干嘛 这心里直嘀咕 刘庸坐在这儿一看呢 和珅也不说话 新来话不说话 我这圈你怎么往里钻呢 嗯 行嘞 你不说话呀 我说 哎呀 我说爱图啊 不不不 老师您客气 你一向可好啊 我我都挺好的 哎 刘庸一听 你怎么不问我呀 和珅也真沉得住气 我挺好的 不言言了 徒儿啊 老师我 这睡眠可不好啊 那一定是老师您为国操劳累的 哎 好好的休息休息 应该就没有大碍了 哎呀 为国操劳不怕 主要是有人气我 这个有人气我 你知道吗 刘庸这话已经塞到嘴边了 和珅还能说什么呀 说不知道 刘庸也得往后说 说知道 那刘庸就得问 知道你说谁气的我 和珅还是不知道 实在躲不过去了 只能问吧 老师 不知道谁气您了 刚才我进巢房 看您这儿中睡觉 我也没敢惊动您 我听您呢 说这个梦话言语当中 什么又是奸贼吧 又是奸党吧 又气煞您了 到底是谁呀 刘庸一听 行了 这和珅就算是上套了 我这圈啊 就算钻进一条腿来了 哎呀 气我的呀 不是别人哪 就是你那个表弟 贵胜 和珅一听 怎么出了贵胜 说我这表弟贵胜 怎么气着您了 还能怎么气着我呀 人家现在官生脾气长 不认识老熟人了 那当年他哥哥贵胎 没当山东巡抚的时候 他姐姐没进西宫当娘家的时候 那在大街上什么时候瞧见我 那是高街远迎啊 留大人长 留大人短 留大人脑后 疏大转 哎呀 那跟我亲哪 那跟我热呀 好 现在怎么样 他大哥当了山东巡抚了 他姐姐当了西宫娘娘了 他也当了护部侍郎了 他兄弟前两天 贵贱也进了护部了 好 你看这一家人吧 尤其这贵胜 大街上瞧见我 连礼都不礼 天天骑着穿巢马 要我扬威 说你来到我叫前下马 叫声留的人 没有了 就当没看见 你说这我能不生气吗 和珅一听啊 明白了 自己不能往里认 真说认进去 这个吧 是我弟弟不对 我替他呀给您赔礼道歉了 和珅只是说这话 那刘庸都得说 你替你弟弟赔礼道歉 得了 咱们这给我三千两银子吧 就得让人讹了 和珅呢 得把这货往处推 哦 老师 您说 贵胜瞧的您 不请安呢 您要我看呢 这事不赖他 这事也赖您 您瞧瞧 虽然自己有错误 得让对方负一部分责任 这事赖您 刘庸一听 哦 怎么还赖了我了呢 谁让您老管人家来着 啊 今儿个这么着不成 明儿个那么着不成 您老天天盯着人家 稍微办点什么事啊 您就给人写一折子 给皇上看 老打人小报告 那您说人家能乐意理您吗 您要说睁一眼闭一眼 有时候人家孩子 需要什么帮忙的呢 您不说帮忙吧 您就装看不见 那人家见着您 也得高街远迎吧 跟您客气客气 您说是不是 一听 我觉得这不是 这俩呀 现在就是视力眼 这俩人现在得宠了 他觉着见着谁呀 都不用打招呼了 不 和珅一摆手 那是您觉着 满朝文武 这贵胜有多的价子 他们哥俩 加上贵贱 爱谁不理 谁不理 但是他们俩多得瞧见我 哪碰见哪请安 一天碰见几回 请几回安 说大街上碰见三回 问三回安 看见五遍问五遍安 这哥俩什么时候 瞧见我都请安 刘庸一听 我说徒儿啊 你这可是吹呀 你别往自己脸上擦粉了 你那脸上能擦二凉粉 和珅也不爱听啊 我说老师 您这话可不对 我还不跟您吹 就多得 这贵胜瞧着我 他要不滚安下马 跑到我的面前 请个安亲亲热热 叫声表哥 我能抽他 您信吗 你就吹吧 不是这么着老师 咱俩打一赌怎么样 咱俩就赌 看这贵胜瞧见我 他请安不请安 游游一听 哎嘿 行 这这套啊 不光一条腿了 连脑袋都进来了 好啊 咱们就赌 待会儿这贵胜瞧见你 请安不请安 没问题 那您说 咱赌点什么呀 刘庸一琢磨 赌点什么 咱们俩呀 别赌钱 因为呢 老师我没钱 和珅一听 对 这是实话 那您说咱赌点什么 咱呢 赌点小小不言的 什么小小不言 咱们赌点身上都有的 全都带着来的 您说吧 咱赌点什么 咱呢 赌脑袋 和珅一听赌脑袋 这玩意怎么赌啊 待会儿你要赌输了呢 我就把你脑袋砍下来 和珅一听 不是那我要赌赢了呢 我再把脑袋还给你 那我还要脑袋干嘛呀 这玩意弄下去了 还能再掌声吗 敢不敢赌 贵圣见着你请安 我不要向上人头 贵圣瞧见你不请安 你把向上人头给我 敢赌不敢赌 和珅一琢磨 这有什么不敢赌的 这赌赌下来 我这老师刘庸 说得面大呀 当时一咬牙 没问题 这事我敢赌 好 咱们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俩人定下赌约了 得找保人呢 说咱俩打赌 谁当保人呀 谁保着咱们呀 这俩人正商量 谁保着呢 也真巧了 这时候就听着 东华门外头 唐唐唐 又是阵阵罗明 俩人往这朝房外 他这么一瞧啊 文武百官 全来了上朝了 来的都是谁呀 什么纪小兰呢 揪头太岁 郭英啊 战殿将军无能啊 这文官武官不少 吸了呼噜全奔 武朝门来了 和尚跟刘雍俩人 这么一看啊 行了 咱俩不打赌吗 咱们的保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